1898年发生的戊戌百日违新 是晚清帝国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 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机会 但是他失败了 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 沙头的沙头革职的革职 当时的汉林院里张简去办实业了 蔡元陪回老家教书了 原本等着坐牢沙头的张元济 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 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 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工学 当了艺书院院长 后来还当了一回南洋工学的校长 蔡元陪在科技时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汉林 他当时就认为 就是中国在那个情况下 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当中的时候 就必须要进行违信 进行改革 当年戊须变法 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的书 开列书单 下教总理他们够近 朝中竟无人能通晓 京城的书店更是少有这样的书 张元济却能把他们收罗齐全 而那些承送光绪皇帝的书 大部分是张元济自己的 因为书上有印章 张元济的名字 给光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事实上 张元济对戊须唯心的影响 绝非在康有为梁启超之下 虽然张元济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希望变法 但他与康梁激进的革命的办法 却是不同的 光绪皇帝在下诏变法的第五天 召见张元济 他对光绪的建议是 新办新式学堂 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十九世纪末的上海 是中国的新学枢纽之所 新式学堂 学会 报刊 出版印刷机构 不断地从这里辐射中国 这对于张元济 无疑是巨大的吸引 南洋工学 是当时中国少有的 设备最完善 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学府 到南洋工学任职 可以被认作是张元济理想的延续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可以选择的事情 无非就是可以到官场当中去运作政治 来做官 或者可以去用他的那支笔来先动一个思潮 来创造一个文学 但是张元济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通过文化的和教育的事业来自下而上的 或者说自下而下的去点点滴滴去建设一个文化中国的事业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 艺术院出版了严富翻译的亚当斯尼的著作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当时的一名叫原富 一百年后的今天 这本书仍然是世界经济学领域中的经典 当时张元济看中的是英才的培养 早先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 以培养人才为首要 他们都痛感变法违心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 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工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工学特班 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 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 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少丽子 吕淑童 谢吴亮等人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 张元济却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他辞去南洋工学的所有职务 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 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厂 由排自工出身的夏瑞芳创办 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工学显赫的地位 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 跟一个小业主合作 这样的转身 识人不解 后人也多有猜测 半个世纪后 因为中风卧床已有数年的张元济 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 《告别商务疼人》 昌明教育平生院 故乡书林努力来 此时良田好耕植 有求收获 账群才 诗中 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 也读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 与中国教育的革新连接了起来 戌群变法失败之后 他就认为一个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靠几个人 决心 靠几个人来推动 这个变法 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戌群变法就是一个证明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 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 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张元济的思想 已经从培养英才 而转向国民的普及教育 他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里面 说中国四万万人口 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 受过教育的人 也就是学那么几句 把古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 全部没有学到 所以在当今这个世界 这么发展的情况下 这样下去 我们这个国家要亡国 张元济还认识到 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 他因此愉快地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 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认识 就是以辅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是汉林出身 学管中西 他的地位和声望 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 政界和教育界之间 有一座桥梁 编译它实际上是一个出版社的一个灵魂 因为就是说你出版社主要是靠出书 出什么书 这个最主要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 清政府颁布了学堂章程 后来科举也废除了 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 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因为当时教科书不是说中国没有 有 但是都编得不是太好 一类是教会的 教会的他们是从西方引过来的 那么对我们中国的国情不适合 另外一类有一些老夫子编的 写得太深 读古书出身的老夫子编出来的 编得太深 张元济编课本很独特 他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而是大家围坐在一起 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 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 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 则详细讨论 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 有简入繁 循序渐进 往往因为一个字会争论的面红耳赤 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的参与者 都没有意义为止 1904年 商务板的最新初等小学 国文教科书出版 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 商务艺术馆的发行所 挤满了真够的名学 教科书在晚清的时候 它的发行总量要占到全国的54% 像最新国文教科书 它曾经翻译过30几次 印刷的总量达到1亿尺 商务出版的教科书 深受教育界的欢迎 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版本 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 再不能粗之滥造而蒙蔽 殊死之风为之已定 教科书 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 一些思想家的一种文本 不仅仅是一代人 几代人 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 它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改变 可以说都是跟这个教科书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的道路 不在少数 唯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 他占到了幕后 他在商务 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 书写了他文化的理想 到一九一零年 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十五家 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 张元济 百年中国 以出版来推动 新式教育和文化启蒙的第一人 在商务编书出书之余 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搜罗旧书 并专门为所搜的旧书 建了韩分楼 一共收藏 影印古籍 他要选最好的版本 推介西学 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 出版新书 他要用最好的设备 最好的纸张 他是事无巨细 事必功勤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包括书稿 他亲自看 有一些教科书 他亲自编 外面的联系 他亲自出版 还有包括买纸张 买印刷机 后来就是商务的寒风楼 搜古书 那当然他是择物旁贷 张元济出生在 浙江海盐的书香门地 儿时玩耍的祖宅 是江南著名的藏书之所 中国自古就有 近期自止的传统 这个出身于藏书世家的汉林 对书自然也是近期的 张元济在危难的中国 最终挑起了出版大业 以读书 坊书 藏书 教书 初书 写就他的人生 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生对书的敬畏 要说我祖父吧 在我最小的印象里头 这房子里头什么地方都是书 楼上楼下全是书 客厅里 楼梯间里 他的卧室里 他的工作室里都是书 所以这个从我很小祭祀开始 就觉得书好像跟家是不能分开的 一个家里头没有书 这就好像就不成其为家 清王朝倒了 民国来了 但时局诡谓变幻 军阀连连混战 无一不应了张元纪的担忧 太云陀说 这是一个黑暗主义横行的年代 一个茫茫前路无归处的动荡年代 他很明确地感觉到 整个中国大地上 还是有一种相当强烈的火药味 就是要推翻清朝的 但是他就是在给高孟丹的东西里面就说 他说不能够国民和政府对抗下去 他认为应该反求诸己 什么叫反求诸己呢 也就是说国民把国民自己做好 就把自己做好自己的准备来迎接一个国家的到来 就是新国家的到来 新政体的到来 什么叫国民 国民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开议会 怎么样选举 什么样去投票 他觉得首先把下面的事情做好 然后才去做上面的事情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 无端地被刺杀 至今仍是个谜 在艰难的时事里 张元济做了商务的经理 这时新青年创刊了 以此为标志 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博星的年代 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 陈独秀 罗嘉伦等新文化的干将 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当时商务的老的人很多 都是用文言文 都是旧的小说 休闲小说 当时张元济 就主张用新人办新事 张元济主持的大换血计划 首先从受新文化界 普遍抨击的刊物开始 1920年 毛顿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 他起草了改革宣言 宣称不仅艺术西洋名家小说 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 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核心后的小说月报 一改过去看在男女情爱 前世生活的文字 倡导为人生的文具 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 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著名的老舍 巴金 丁林 都是通过小说月报 走上文坛的 商务印书馆 以其雄厚的资金 和完善的发行网络 为新文化运动 推波助澜 成为新文化的传播者 张元记 以海纳百川的胸怀 和学术情趣 广集人才 据商务印书馆大士记记载 1920年到1922年间 陆续尽管的就有 郑振夺 王云武 竹可珍 任洪俊 陶梦和等 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是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 一代宗师 在张元记的播话下 商务编写了 从小学 中学到大学的 全套教科书 组织翻译出版 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 其中严复翻译的 西学名著 和林书翻译的 欧美小说 影响尤为广泛 商务编辑出版的词源 是中国第一部新式词书 开创了中国 现代工具书的先河 商务创办的东方杂志 小说月报 教育杂志等刊物 都登上了那时中国 科学文化事业的顶峰 在上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 商务印书馆完成了 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 成为和北京大学齐名的 古籍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 1926年 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 分馆不仅遍辑中国 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 在上海的宝山路 建起了规模宏大的 商务印书总馆 韩分楼也已经扩建成 东方图书馆 向公众开放 这一年张元济六十岁 他从商务退休了 他似乎可以颐养天年 也似乎可以摆脱多年来 压在肩头的重担 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 自己喜爱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但他实在无法预知 正是因为商务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一场浩劫将在六年后降临 他穷其一生构建的事业 将要被毁灭 在上海档案馆中 保存着一本影集 记录了1932年 128战争期间 商务印书馆总场级附属的 东方图书馆 被毁后的景象 当时早上八点钟 日本人就扔下了燃烧弹 正好第一个炸弹 就是在这个油墨的仓库里 就燃烧起来了 据老工人当时看了以后 那个签字就涌解了 像水一样的牛在机上流淌 战争刚一开始 日军的飞机就轰炸了商务印书馆 宝山路的总管理处 编译所 四个印刷厂仓库 上工小学等 全部重担起火 随后 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 浓烟遮蔽上海半空 指挥飘飞十里之外 火熄灭后 指挥墨西 五层大楼成了风格 商务印书馆的百分之八十的资产被毁 但最令人痛惜的是 东方图书馆的四十六万册藏书 包括善本古籍三千七百多种 三万五千多册 细数烧毁 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 从此绝迹人还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 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 或许是因为中国人 有静悉自止的传统 两千年来 冯书坑儒一直铭刻在 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纵使秦始皇 有统一中华的千古功绩 也抹不去这一耻辱 商务的被毁 同样是历史抹不去的暴行 日本人当时也说 我炸毁了 你炸北区的一条街 他明天就会回报 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 这个事情 你就永远有了 商务被毁了 指挥飘过张元祭的居所 望着漫天飘舞的指挥 老人长久步 他对夫人说 这是我的罪 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 唯独我数十年心情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 今日毁于战火 是无从负责 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二十年心血成诸寸 一煞书林换结辉 张元祭替泪长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